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每一只股 逢星期一的嘉宾是我们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志愿安来和他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安来 你好 你好 有见到安来和安来都回顾一下 上次和他推介了一只是神周租车 编号是699 见到国安这星期的表现做得不错 跑人大市升了超过5% 见到国安几星大市方面都升得不错 升超过4% 就着充饮环球放水 欧洲方面也继续做QE的动作 令到大市方面的气氛做好 见到股份更加是跑人大市 升超过5% 成织好像不错 但比较可惜一点 上次安来推介这只股份 是10.5% 去到买入 见到其来的波幅最低位 都是见过10.7% 换言之 就未来的买入 见到股价走势 一直向好 安来应该挑战整个部署? 策略上的确要调整一下 因为这个星期无论是港股也好 外围股市也好 或者内地股市也好 都是非常波动 特别说内地股市方面 上周1 1月19日 就是上证综合指数 在A股上出现一个大跌市的情况 虽然大跌市 那段时间包括自己在内 都觉得要审神一点 但最终的答案 你看到 跌幅马上在这个星期 基本上就收窄了 带动到行指 反而有个升幅 的确没错 外围好像欧洲银行放水等等的动作 是有个帮助在 但最重要 都是说 如果内地股市仍然有个强势 这些相关的中资股 后市来说仍然有条件看好 看回过去的一个星期 其实你看到 除了神州租车之外 普遍的汽车股 包括吉里在内 或者其他东风汽车等等 汽车股基本上全线上升 亦都是跟大市相比上来 都算是一个跑赢的板块 但当然中资中 重点可能会看回一些中资金融股 的确受为A股 立即马上回升 是有个比较大的帮助 但汽车股 都这样去做好一点 我相信主要原因始终都是 如果论经济数据 或者整体销售数据的表现上 基本上现阶段 从基本因素上 汽车板块上 没有太大的忠敬 但汽车股能够炒上来 除了讲估值便宜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 始终讲油价低 这方面 低油价方面 是有利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我相信在2015年上面 这方面的焦点是可以推动 需求上面 但看回神州租车 这方面的确能够受惠这个因素 也是上周去推介 这个股份的主要原因 但是 由于你看到市况 都开始变好一点 我相信神州租车 未必会有太大的调整空间 所以如果对这个股份有兴趣 我觉得都可以去买 看看股票有没有机会 回落到50天线 11.22这些位置 而策略上 仍然是维持部阅策略 将指示价设定 设定是9.82中线的目标 也是设定是14万元的位置 好 看到神州租车 现在正在做11.52 暂时跌量 好了 上次推荐的股份 先跟进到这里 今天来说 看到股市暂时跌39点 最近是24815点 暂时在这个市况 有什么股份推介 上星期的市况 之前提及到 比较强细的中资金融股等等 都在高位上 这些位置 我都不建议大家再追 当然会有条件继续看好 正如之前所说 现阶段市场另外一个焦点 落到欧洲央行的减息措施 或者是量宽方面的表现 特别是关注量宽的因素 会推动到欧元下跌 所以我想你看到 欧元下跌 最受惠的股份 我之前推荐过几次 今次也是重量地推荐这个因素 始终是欧元下跌 那么多的股份当中 自己最好 看好欧书丹方面的表现 欧书丹的偏好就是973 相信女士对于这个品牌来说 都不陌生 都是做一些护肤 如果是腰毛涂股 或者是手臂肌 或者臂肌 但对于投资者 是不是他们的外股 大家要留意 但刚刚过往的2014年 现在推荐过两次 當時的成績又是怎樣 其實看歐書在過去一年的表現上 股價你看到在歐書圖表上 相對地是比較強勢的 其實為什麼要推出這個股份 其實上兩次和今次的原因 都是同樣地一樣 都是講歐元的弱勢 對股價來說是會有一個有利好的作用 如果你看過去一年歐元的走勢 大家都明顯知道 見到有一個明顯走弱的跡象在 所以歐元轉弱 逼迫帶動到股價有一個急急上升的情況在 在2014年的上半年 見到大約股價都是背回在18.5至17元區間這些位置 在下半年 隨著歐元進一步轉弱 見到股價的背回區間 都在大約17.5至20元區間這些位置 但是你看到現階段 背回區間 都在進一步上延 背回在20至19元這些位置 其實股價 我覺得是有條件 繼續出現一個奇形突破的跡象 最主要你看到 特別是在12份開始 歐元現階段有一個明顯轉弱的跡象在 始終是歐央行 剛剛才開始推行量寬這些跡象 未來歐元 我相信只會一直走躍 始終歐元走躍 歐元走躍最主要原因 歐元仍然有很多不明朗因素等等 歐元現階段看起來 真的沒有條件轉强 只要歐元繼續走躍 對股價來說 每來會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主要原因都是在說 因為在業務上 公司上很多在外匯方面 受惠利好因素上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你見到的 歐書單的股價 雖然處於較高的水平 但是由於這個因素 未來會焦點下 歐元走躍後 他們的業績表現 相信隨著歐元轉躍 你的因素 他們的業績 有條件 會看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這個股份 對上次來推薦的股份 也有留意到歐元方面的走勢 又或是同店銷售方面的情況 好 看回今次說這隻Locating 歐書單的股份 先看看公司 最近有甚麼重點 可以先提提 剛剛有三個重點 帶給大家 包括電店舖翻新的情況 同店銷售方面的情況 以及匯價的走勢 見到最新方面公司公佈的相關數據 都有提及 開新舖75間 翻新或搬遷是86間 其實店鋪翻新方面的情況 最新是怎樣 在第一次推薦歐書單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過 歐書單現階段 其實店鋪翻新速度 仍然可能會在高峰期上 但是說著 店鋪翻新的高峰期 都是在2015年的時候踏入 所以現階段都會開始 留意他們翻新的店鋪的時候 之後的銷售狀況在 由於很多的店鋪 都是已經進行翻新的工程 所以翻新過後 銅店銷售方面的表現 相對地 就未必太過顯著 但都會值得留意 就是近期說 見到歐書單銅店銷售表現 可能在說一些部分的店鋪 真的關閉了一些部分 經營不善的店鋪 在那裡 銅店銷售表現 就看到有個明顯改善的跡象 這方面 會有利股價走勢上面 不過你看回 店鋪翻新銅店銷售 這是在歐書單的基本因素上面 但其實現階段論基本因素上 歐書單就好像沒有太大的衝勁 其實就不只是歐書單的問題 本身是化妝品行業也好 護膚品行業也好 整個零售市場現階段 基本因素 本身已經沒有太大的衝勁 就算各個地方 都會推行一些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好 當地的居民或者消費的意欲 都不是非常之高昂 所以你看回到 在零售市場不是做得太好的時候 這些銅店銷售 店鋪翻新 很難直接刺激到股價 有一個很明顯的聲勢 但歐書單最重要 始終都是匯率走勢上面 歐書單最重要是留意歐元的走勢 和日元方面的走勢上面 而見到和上次兩次不同 為何今次再推介 上次除了歐元走弱之外 亦都見到歐元對日元現階段 也有個明顯轉弱的跡象在這 這方面也是最主要 再推介歐書單的主要原因 好 說完公司的三大重點之後 馬上進入理好因素 為何今次推介這隻股份 在第三季的財季業績 慢慢見到有改善的情況 和大家跟進回 之前公佈的是14年12月底指的 首九月方面的銷售 看到營業額方面 總括來計 過年來講都增長至近一成 看回不同區域方面 列了幾個 當中見到中國方面增長非常出色 無論撇不撇除匯度的因素 看到有雙位數的增長 有兩成左右 另外看到法國方面 雖然有2.6%的增長 好像比較少 但都經歷了第五個季度方面 有疲弱的增長 其實這份的業績 你自己滿意嗎 其實剛剛公佈完之後 到了2014年年底的業績 你又看到了 論銷售表現上 特別是銷售狀況 整體仍然是良好的 在各頁推介的時候 也有提及到歐書單 其實你說現階段 本身收入的增長 不算非常強勁 但是你看回一些匯隊的因素上面 其實你說增長速度相對較快 所以在過往那段時間上面 就要記得 歐書單業務方面的表現 某程度上 是受到匯隊的一些負面因素上面 因為你看回 好像日本地區為例 按年來講 銷售增長3.9% 但如果你說不算匯隊因素 只是算當地貨幣方面去算 銷售狀況是升了一成左右 這些水平 所以你說因為匯隊的因素 果然有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反過來 你說在美國市場上面 就在這方面 現階段成為一個比較利好的因素 因為見到歐元真的不斷走 再加上美國當地本身 你說消費的增長狀況 就好少少受惠當地的經濟 相對比較強 所以你說歐書單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 你說在業務的佔比上 美國的市場上 也是公司第二大的市場 你說在這方面 同樣地受惠美國的經濟復甦上面 未來美元走強 你說美國的經濟復甦 我相信對歐書單來說 其實都會做成一個正面的幫助 另外你說看香港或者中國市場上面 也是相對地有一個較高增長的市場上面 始終說這兩個地方 就好像香港和中國在內 始終有更多的店舖增長上面 就算同店銷售不是做得非常強勁也好 隨著新店舖或者整體的銷售 網店增加 新增長速度都仍然會比較快 所以你說如果看歐書單 本身的結構上現階段是非常良好的 日本方面因為受到匯隊的因素增長比較慢 但正如之前所說 這個因素在之後會跟大家說 就已經是這個不明朗因素已經消除了 也都是有機會 成為推動股價的另外一個原因 但是你說看第一 美國市場上面 受惠美國的經濟增長 另外你說新興市場上面 好像香港、中國這些地方 都仍然會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相信未來來說 都有條件會成為繼續的增長動力 而重點是說一些比較弱的 例如法國、英國的地方 隨著歐央行推量寬政策等等 未來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轉機 所以我覺得後四講 特別是在業績方面 歐書單未來的業績 有條件會看得更好 剛剛看完 2014年12月底 9月份方面的情況 不同地區的銷售情況 不如宏觀一點 我跟大家看看 2012年至今 銅店銷售方面的走勢影響 我看到藍色的線 銅店銷售的增長 至於紅色的線 撇除匯對方面的影響數字 我看到2012年開始 做得不錯 但2013年做得差一點 2014年又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應該怎麼看這些數字 接下來有什麼理據 歐書單方面會越做越好 這是整整而言 他們的銅店銷售表現上 如果不同地區上 銅店銷售特別弱的 你看到香港市場上 銅店銷售真的比較弱 主要原因始終都說到香港市場上 其實競爭就真的非常大 大家都知道 這些高檔的虎品品牌 說旗下的 說一些旺區上面 都起碼有四五個牌子 去賣相同的產品 所以銅店銷售方面 表現就不是太強 不過你看著 香港由於整個零售市場 由於自由行業等等的帶動 都仍然是向好 可以透過開一些新的店舖 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 再看幾個主要地區 銅店銷售表現都相對做得比較好 但值得留意就是 歐蘇丹有什麽重點 業務上有什麽 為什麽說到未來來 特別是2015年之後 他們的業績 是會有條件 會再進一步看好 其實你看到的 過去那段時間 特別是由13年年中開始 受到匯隊的因素 令他們 計算匯隊之後的問題 銅店銷售是一度非常疲弱 但你看回 其實撇除匯隊因素的時候 整體表現就不是太差 但現階段 你看到的 最近三個季度 如果撇除匯隊的影響 銅店銷售表現 就只是一半半 但由於整個匯隊的情況 已經在改善 正如之前所說 未來來說 藍色那條線的增長 即是計算入匯隊增長 銷售之後 其實有機會 隨著歐元走弱的方面 增長反而是會更加之好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銅店銷售未必始終提及到 環球零售市場是比較疲弱 但只要匯隊 仍然是繼續改善的話 我相信這方面 整體而言會有利 整體銅店銷售增長的表現 另外 我數單方面 新的產品 接下來都會推出 無論是Hand Cream 或是Face Cream 都有些新產品推出 附屬的品牌 在不同的地方 都很歡迎 接下來都會進行內地 投資者都可以留意 相關銷售能力的幫助到 就是股價方面的推升 跟進完這個利好因素之後 跟進第二個 就是阿奈 歐元方面的走勢方面的影響 其實大家都知道 歐洲方面推薦兩寬 大家都要關注歐元貶值方面的情況 其實怎樣看歐蘇丹受貨幣的波動影響性 以及歐蘇丹股價走勢的掛勾性 這幾個國家 就是歐蘇丹最主要的收入分佈 其實看回 論銷售狀況之前提及到 現階段的銅店銷售 從未來來說 由於零售市場 都不是太理想 都很難有一個大改善 但是由於匯隊方面的因素 都令到整體業績上面 特別是財務數字方面 是有條件做好一點的 看回這幾個主要的國家 其實歐蘇丹這間公司 是以歐元去結算 所以看回到 當地地區的貨幣 只要跟歐元相比上來 歐元是相對地有個弱勢 意味著當地的貨幣 可以對得更多的歐元的情況下 對他們的業績上面 財務數字上面 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利好作用 佔比最大的日本地區 過去一年 大家都知道日本央行 不斷地去放水刺激經濟 令到日元貶值的速度 都真的相對地比較快 所以過往來說 歐元和日元相比地上來 相對地見到 歐元是有個明顯弱勢的跡象 但是這個不利因素 其實在過往上次推薦的時候 都提及到 這個是一個利淡風險因素 但是現階段這個因素 對於歐書單來說 隨著歐洲 央行同樣地跟隨著 有個大規模的放水行動之後 現階段歐元對日元相比上來 看到歐元的勢頭反而是更加之弱的 所以你說這方面 本身在業務地區 佔比最大的日本地區上面 未來來說 會有一個很大的衝勁 大家都知道第二大市場 香港市場 香港就是用一個 美元聯繫匯率制度 現階段你看到歐元對美元 歐元是更加之弱 所以你說這方面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幫助 至於你說內地方面 人民幣同樣地 現階段面對著一個貶值的風險 但是 始終說中國市場上 這些新興市場 有一個很強勢的增長 所以會對那方面的因素 不需要太過擔心 至於你說法國、英國那些方面 當然始終說 跟歐元的走勢 不會有太大的分差 但是隨著歐央行 退出一些寬鬆的貨幣政策 都會有來刺激當地的銷售上面 但是你看到 好像俄羅斯、巴西 這些新興市場上面 的確是有個風險因素在那裡 但是由於佔比不大 所以我需要覺得 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至於其他國家 很多的都是包括一些新興市場 所以你說最終 都要看歐元的整體走勢上面 但是你看到 自從12月份開始 歐元這麼弱的勢頭在那裡 特別說如果未來公佈 在15年的首季業績上面 見到匯兌的因素反映出來 是有一個良好的作用在那裡 我相信對股價來說 會有一個很大的支持作用在那裡 歐洲團QE 幫助相關零售股 他們都可以理解 另外說到歐元弱勢的話 都理好歐蘇丹的股價方面的支持 但是其實歐元弱勢 你又覺得接下來可以維持多久? 我想你看到歐元現階段 我想你看到細頭上面 弱勢可以維持多久 我覺得會維持著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你看到美國 從推QE一刻開始 到市場都有一個共識 覺得QE會收分之後 未來開始加息的時候 美元才有條件走強 同樣地歐元現階段的走勢 第一會關心歐元對美元 藍色線的走勢上面 對上來 你看到現階段歐元 其實已經弱勢了一年 最主要市場 其實由歐盟開始去改革制度 都容許他們去推一些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後 歐元已經有個明顯走弱的跡象在 現階段歐元都試一些 創歐元區以來 新低的水平 因為現階段除了說 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外 也看到歐元區 是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在 包括希臘會不會脫歐等等的風險因素在 所以從短線角度上看 跌了這麼多 到這些位置 大概在1.179這些位置左右的水平 其實未來來說 短線的角度上看 是會有個反彈的風險在 因為你說 好像希臘脫歐這些不明朗因素 一旦消除 歐元是會有條件做個反彈 但是反彈幅度 我相信不會非常之多 因為除了希臘脫歐這些問題之外 整個歐元區各個地區都要面對著 削尺的問題在 經濟有機會陷入雙底衰退 這些風險因素仍然會令歐元仍然持續走弱 另外值得留意就是 之前提及到另一個因素就是 業務佔比最大的歐元對日元方面 在日本地區上 你見到跌幅是非常誇張 特別是由12月份開始的 所以日本地區的銷售狀況 我相信未來會有個大幅改善的勢頭 由於日元現階段開始 弱勢也開始有改善的跡象 未來這一個月 如果日本央行上面 都沒有一些特別的措施 這個勢頭可能會令到歐元對日元 歐元的走勢會相對地更加之弱 這方面整體而言 這兩個匯隊的走勢 都是非常之極度利好歐斯丹股價的表現 說完就是兩大利好因素 剩下時間都要跟大家跟進下一些風險的因素 有三個 包括歐元嚴重超賣 以及股份 股值都不便宜 另外說宏觀少少的因素 或者說零售業前景方面的問題 因為環球的銷售爭取比較疲弱 應該怎樣拆解這三個風險因素 風險的大不大 之前提及到的 歐元的確短線來說 會有個反彈在這裏 特別說現階段歐元那麼弱 真的說歐元區裡面 好像希臘脫歐這些不明朗因素 所以如果未來星期三見到 不明朗因素一旦消除 歐元是會有條件做個短線反彈 但是反彈幅度相信不會非常之多 也都說 市場最關注最終的 都是說歐蘇丹在匯對方面 有多大的得益 所以短線的匯率反彈 相信真的不會對股價 做出太大的負面因素 所以這個風險因素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另外看歐蘇丹現階段 最大的兩個風險因素 第一 最後提及到的 就是現階段的零售市場 仍然相對比較弱 論同店銷售 特別是撇除了匯對因素上面 MIRROR來說很難有個驚喜 都是預料 其量最好都是一個低單位數字的增長 所以在這方面 業務上很難會有個持續爆發性的增長 但是就看回到 由於市場本身就是 計算了他們 會對那方面的利好因素 現階段 彭博預測的 1516年未來的預測市場率 都是有20倍以上的PE 市場率仍然有20倍PE 相對地估值仍然比較高 市場現階段對於高估值的股份 看得比較淡 一旦估壓出現的時候 調整幅度都會更加之深 所以我看回到 現階段歐書單 的確是有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但如果未來見到 歐元那方面的走勢 真的對它來說 造成一個重大的幫助 增長速度是較市場與其為快 後市來說 我都覺得仍然是有條件 繼續看好 好 看好就是這個利好因素 兩個都看了 另外風險因素 有3.1 跟阿根進圓 最後當然是投資的部署 看到Lossetane 現在正在做的是19.42 今天低位見過19.24 高位最高就有19.46 這個時候推介沽分 哪部主要 我想始終歐書單 現階段前提及到 最大的問題 最擔心的是 估值相對地不算便宜 一旦估壓出現的話 我都覺得要做好風險管理 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 在19.1 還有這些水平 大概是50天線這些位置才去買 將指示價設在17元 我覺得後四個 其實是有條件再去突破52週高位 始終見到現階段歐元 不斷地去創新低 這些因素 我覺得整體現率 都會有利股價 從上到歐元轉強那段時間 開始那段時間的水平 可以望回大約接近24元這些水平 好 後低一點去到 這隻就是歐書單 這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謝謝阿奈長進的分析和推介 和你做回申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 歐書單973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隻浪 稍後時間去到我們觀望就可以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其他節目